你干嘛去啊 一会儿好像开会呢 我要去相亲 什么 相亲 这都快迟到了 不跟你说了 那些没有用的我就不问了 你是开什么车来的 我这挺近的 我刚走路来的 走路 那你名下没有车吗 有房吗 有停卡吗 我现在还在创业初期 我以后都会有的 以后都有 以后都会有 那你时间都用来干什么 我平时就打打游戏什么的 我看你们这些 打游戏男生最不靠谱的 我们就先到这里吧 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 行那我送一下你吧 我觉得你二十多岁 应该先以事业为重 相亲的事情就先 行 我出去找找你了 下午要过去开会吗 就差你了 我 你是老板 对确实是 那我能去跟机看一下吗 也不是不行啊 老板你没跟我说 我带一个人 我说也不跟我 不是那那咋办啊 这两个做 没关系我很轻的 你们抱着动我 啊 要不然我们晚点找个地方 深入了解一下 可以啊那这样 要不我们就待会儿 老板你快上去啊 这是我名片 上面有公主地坞 你可以打车过去 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都跟你搭半天了 严秘书 你给我你家钥匙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你没地方住吗 就要你先暂住几天啊 不行还给你 好歹我是公司老板 住秘书家 传出去都算怎么回事 没有识圈 我总得有点尊严吧 那你要是被房东赶 逾准出大街了 我 我 我直住几天啊 没天啊 严秘书 你家不错呀 怎么你来我家 住屋家表示都没有啊 哎 我这个经济状况 你也明白的 就是你又说老板没有工资 那我怎么给你表示 哎 先欠着吧 我可以说你其他的事情 表示表示啊 呃 严秘书 你你你什么什么事 你说了我再考虑考虑 等等 简号你虽然穷 但你是个有尊严的人 不能什么事都干 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什么意思 我最近挺忙的 没先洗衣服 你帮我洗了吧 洗衣服 这是大男人该干的事吗 而且我还是你上司 我给你上公司 嗯 发多少 哎呀你就拿这个考验干不啊 啥吃 哎怎么还越来越少 你你你CPU啊 够了够了 不能再上了 没想到洗衣服这么累 出一身汗 你干嘛呢 我擦个汗啊 这不刚给你洗完衣服吗 你带我别赖账啊 你用这个毛巾啊 用你个毛巾擦个汗怎么了 哎不过该说不说 你用什么沐浴 还还挺香的 这个是擦脚的 啊 哎呀 我请你拿个新的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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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